老公花五千在院子里真的搭了一个六角凉亭 前两天把亭子的地面铺上了青石板 今天可以把亭子搭了 我看有些朋友说院子里不要搭亭子会很拥挤 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搭了亭子的院子是真的很好看 亭子太大了叫了哥哥过来帮忙 刚改造老房子的时候哥哥就经常过来帮忙 有些朋友说哥哥这么辛苦要给钱的 不然谁白给我们干活 其实给了钱哥哥他也不会要的 我们一家人都是互相帮助 哥哥家也刚盖新房 有时老公也会过去帮忙的 兄弟互帮互助互相照顾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这个亭子买了4300 不知道买贵了没有 地面青石板花了800 本来亭子老公要去买木料 请木工师傅做 算了一下成本 买木料最少也要好几千 现在木工师傅工钱也很贵 一天怎么也得三四百以上 可能半个月一个月都做不出来 所以还是决定买一个现成的 直接组装好就可以了 省时省力省钱 老公简直是太聪明了 可能夕阳沉沉沉 想有人誓言不分 可能要去到达里 责责爱的认真 可能谁说要陪你 牵手走完衣裳 可能笑着流出泪 梦天在梦时辰 老公说他要展示他的才艺 封顶了得有个仪式感 在一起二十年 我竟然不知道他会写毛笔字 封顶到极 要得那么凉 走 三军冒汉顿 我给我们这个瓶子 取个名字 叫什么名字 你怕吗 哈哈亭 你好有才哦 哈哈亭 好玩哦 你回家 哈哈亭 你看 有个喜气的名字 现在把桌子装好 亭子地面的边不整齐 老公说修整齐才好看 又是非老公的一天 你今天又不尊重冬天啊 又穿短袖 我们是冬天夏天 沦流过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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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班车啊 我来拿你招呼 台阶的边上 也要用青石板包起 你这边都贴了这外皮 你这边怎么又把那个贴在外面啊 这打不进去 太烟了 来赶紧说 他以为是好吃的 走开 又没人喝死你 你来干嘛 终于弄好了 我们来吃一个上啊 好啊 改造前 改造前 改造后 我老公回冬村改造了房子和小院 前两天把院子左边的锦里鱼池和凉亭改造好 院子右边这个角落 老公说想改造成这样的户外厨房 养在临时鱼池的锦里 有三次生病还没有好 老公说今天还得给他们用点药 抱点麻剂药 我的药好厉害哦 马上他就躺下了 那他麻了他还会呼吸吗 他是麻了就不死了 很厉害哦 你现在不只是木工水工电工啊 还是少医 这个烂的地方全部都给他抠出来 细菌增生啊 手中病会不会传染到你手上 我要消毒一下 再来一张单独养几天就好了 三只狗子围在这里 还以为是给他们加餐呢 用点符把餐口消消毒 放进盆里让他们醒醒神 这条尾巴放给一点点 哦太大了 这条鲸鲸还挺大的啊 嗯这条大镇 谁还打了 都要乱打 你说这个鱼好不好吃 这条只长了一点问题不大 也浅浅的来一阵 用高猛酸甲消消毒 再放鱼池里 看到这些鱼应该就是男人的快乐 这个亭子还是老公去年夏天做的 现在堆满了杂物 这无从下手啊 这么乱 先把杂物清理破了 然后专修剩下的这些鞭脚料 放在这里也浪费了 也是可以卖的 先把柴火搬到院子外面来 我们把这些鞭脚搬到那边去哦 好 是假的一片的花满目 手边流云与落影相处 你看两个人十分钟就搞定 还是人多力量大哈 现在要把这个拆掉 我们把牛骨给它搬过 看上去我 小米你跑进去干嘛 把我的空灵拿下来 看这里好看点啊 嗯 这里会好看一点 之前盖的芦苇草都腐烂 你看 坐得半死一下就掉掉了 坐得很慢 拍得很快啊 刚刚八站起猛了 现在要疼得不行 老公让我休息一下 先缓一缓 这个亭子老公搭了一个星期 才只用了三五分钟 改造我们不是专业的 所以一直没有规划好 这个院子左边是渔池和凉亭 右边就做一个户外厨房和小花园 你看 把那个玫瑰花的鸭断掉了 这一个枝头多少朵花 我给它摘下来吧 这个是不是叫拿子 拿子 你以后教我说渔池话吧 那你教我说这双话 好啊 来来来 我要跑东东东 你的鸭斩啊 到哪口 啊 还没有 哈哈哈哈 把这些草木灰用桶装起来 过几天可以种草莓 这一块地方 我想做一个这样子的小花园 你看我们这个纸巾 穿上这个脑装还挺好的 这个是金银花 尴尬了 哈哈哈哈 我扎到屁股了 这太扎了 你要折掉啊 那你折吧 啊 有话看着持续折 莫大爱空 叫什么 哈哈哈哈 把这个勾业清理干净 河水敲下 你看这些石头 很容易搬给人 没事干 放在帮这个网友 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 那么问题来 国外厨房搭什么样的屋顶 清理前 清理后